农情体验向前去 以银丝律曲休闲园区一支体验行销企划为例 研究动机 随着都市快速的发展 现在人屡受经济压力所苦 因此休闲成了最主要的输发压力管道之一 银丝律曲以体验行销等活动方式践行 1. 探讨银丝律曲之进行模式及策略 2. 具有SWAT 4P SDP分析行销模式 3. 以白鱼结合生态保育设计企划书 4. 分析游客之满意读及有效修正网页 1. 园区简介 1. 园区主要分为5个区域 2. 有机率宝田 3. 白鱼生态池 4. 室外餐厅 4. 室外粮厅 4. 以及DIY活动教室 4. SWAT分析 4. 优势 4. 独家开发甲白笋泡菜 5. 有台湾白鱼及金鲜蛙等保育类动物 5. 业势 5. 临近农场就能盖起农法 5. 水源及环境易受到污染 5. 机会 5. 政府执事农业再造计划 6. 因此可以得到许多的帮助及资源 6. 威胁 6. 观光产业容易受到全球性气候变迁等空气污染的影响 6. 我们为了更了解园区 6. 首先用电话询问相关内容 7. 在实地道园区做体验 7. 最后面对面和老板进行讨论 7. 第一次参访 7. 我们利用去年暑假时间实地道园区进行体验 7. 第一个行程是穿着青蛙装夏田彩笋 7. 紧接着我们到白鱼生态时替白鱼清理它们的生活环境 7. 这让我们更顺客了解到富裕白鱼的不义 7. 到了第二天我们用自己采收的角白笋制作成手工泡菜 7. 最后再到田中替角白笋清除有害的腐瘦罗 7. 许多详 7. 许多详 7. 在实地许多详谈中 7. 发现仪式律曲园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7. 第一个鱼胶共生是什么意思 7. 因为白鱼需要干净的水质和适当的水温才能生长 7. 而园区的角白笋配合白鱼富裕计划 8. 达造成有机绿宝田 8. 第二个绿色行销是什么意思 8. 园区有传统的农耕转型为游基农 8. 以绿色行销的概念吸引现代族群 9. 在兼具健康与休闲的同时 9. 还能将对环境的伤害说字最小 9. 达到地球有序的价值 9. 行销 体验行销就是透过以上这五种知觉 9. 消费者体验当下的感觉 9. 本园区采用的3D体验正好符合体验行销的概念 9. 台湾白鱼 9. 台湾白鱼又成为了台湾复吸剂 9. 为二级保育的动物 9. 是目前病绝种的鱼类 9. 绿色透过鱼龙采集法 9. 水的测量 9. 健康检查等方式来帮助白鱼顺利繁殖 9. 也在园区成立了白鱼生态池 9. 并且成功赋予 9. 而我们在参访之后也发现 9. 台湾白鱼是银食利取重要的特色之一 9. 问卷调查 9. 我们主要针对游客当日来园区游玩的目的 9. 作为7万岸活动项目设计的主要目标 9. 游客以体验种植角白损 9. 探访生态的DIY美食为主 9. 根据问卷调查 9. 我们得知 9. 银食利取缺少游客族群为学生 9. 因此我们想和周边邻近小学进行合作 9. 以平日校围参访的方式 9. 把生态保育既有基础度 9. 纳入教育题材 9. 让他们从小能培养一定的知识基础 9. 这是我们期划案的架构 9. 和学校合作 9. 以国小学童平日上课时间为主 9. 以3D体验结合课程 9. 借此从小培养对生态观念的认知 9. 主要设计4个活动项目 9. 活动1. 让学童们了解白鱼的栖息地 9. 活动2. 夏天体验种植角白笋 9. 活动3. 亲自制作相关DIY美食 9. 以及活动4. 增加与学童们的互动时间 9. 我们主要以半日为主 9. 从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2点05分 9. 地图 9. 以本组组员设计而成 9. 以首会的方式拉近与学童们之间的距离 9. 网页 这是隐私律取休闲园区的网页 9. 再和老板讨论之后 9. 我们觉得可以在网站中加入图选员区内各个景点特色 9. 以及我们实地体验后的心得 9. 增加网页的完整性以及丰富性 9. 这样一来可以让浏览网页的游客 9. 更进一步地了解 9. 营私律取休闲园区 9. 结论 9. 综合以上的结论 9. 我们得知 9. 营私律取让传统农业 9. 结合现在的观光产产业 9. 我们从了解 9. 分析 9. 实证 9. 做了农情体验 9. 富与白鱼 9. 以无同客群及时间区隔的行销策划 9. 包括行销计划及结合网站资讯 9. 丰富营私律取的销售模式 9. 更让浦理当地的特色及绿色保育受到有效推广 9. 我们针对营私律取分析出五项建议 1. 结合部落客 2. 风景竞赛 3. 使用点击付费广告 4. 设计及项务 5. 加强导演解说技能 5. 上次结束 5. 谢谢大家